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郑州队出战的汪洋特技大师对阵北京维凯队的张神宏 这盘的对局应该说双方下的也是一波三折 我们来看对局的经过 汪洋应该说个人的战绩还是比较突出的 也是最近几年一直保持着状态比较良好的一个高速之间 但是可惜的是他个人目前还没有得到全国冠军 按说汪洋的水平也是挺不错的 也是在年轻一代骑手当中非常突出的一位 现在红王采用的是进三兵这个打法 黑方选择了三不虎 就是没有走常规的三兵的这种阵势 红王采用的是五八炮 黑方马二进三 黑方三不虎的走法也是非常奇特 就是当红方强挺三兵的时候 黑方就可以用三不虎 当然红方如果你不挺三兵 你出直居 黑方就可能选择请七组的贬义 总之这个布局你不可能完全都走上 就是双方的都有自己的选择的权利 那这个棋呢 以往呢走到这儿呢 就是红方多走破八平棋 然后黑方走炮二进二 这炮二进二呢 值得提出呢 是河北队的这个选手 严文青老师呢 这个他对这个棋局的这个发明创造 他呢最早呢 给他们队的这个女子选手呢 做这个指导 后来呢 在女子选手的多次运用情况下呢 这个逐步带动下呢 也是成为这个流行的这个布局 他的目的就是说 掌起循环炮 在适当的时候呢 他把这个七组呢 这个对掉 这个组能够解决呢 他就把这个马的这个弱点的 这个 消掉了 这个棋呢 就是走到这儿呢 红方比如有居巴金斯啊 还有居心仪等等 这个做法 我们呢 就不往下细说了 总之这个 棋局的就是 如果你对兵呢 红方也对兵 红方 这也对兵 他出居 你找巡河巡 你对兵 他也对兵 反正双方在这个巡河呢 一带呢 这个形成这个典型死兵间面 他也拱掉 黑方 足三进去再拱 然后再拱七组 你吃过来 他在跳马 双方 对小先手 双方阻力都很活跃 对 那现在实战当中呢 汪洋可能感觉这个路变化呢 这个是张生红呢 可能比较有准备 所以他采用了 一个相对来讲呢 走得比较少的一个变化 他就是暂时不动的一个炮 先走狙击 这路变化呢 这路变化呢 也对黑方呢 有些考验 黑方 张生红呢 选择去八进四 红方呢 这个时候就 把这个 七路组打掉 这是一个先手 那么黑方补左向 也很正确 出狙 他也出狙 红方在去八进六 对 这个呢 又到了一个 有待于进一步 审定的这个局面了 黑方呢 如果走马三进四 那你感觉这个棋怎么样 这个棋 黑方跳马以后 这个狙炮还是被拉住了 红方可能也可能 考虑狙一平六 把车吊过来 这样黑方如果 过三足的话 红方还是有一个 狙八退一的一个手 对 这个棋呢 就是说 红方呢 这个 应该说机会呢 还是要好一些 你滚他马可以逃 对 他三明五过不来的话 这个马三进四 他可以马七退九逃掉 对 要不然马三进四 这个效率又低一点 这个棋呢 就是以往呢 是有人吓唬的 但是总感觉呢 黑方的 这个忧郁的 狙炮呢 受牵 感觉自己的这个压力呢 要大一点 因此黑方呢 这个时候选择 炮二平一 红方呢 在G八平七 黑方在G二价 这儿呢 黑方呢 也获得了一个 比较公稳的 具有反弹性的 这个局面 那这个 比赛期间呢 这个我们的记者呢 也是来到了 我们这个赛场 现在呢 就要让 大家随着这个镜头呢 来到我们这个 北京主场呢 来看一眼 看看这个 比赛的这个场景 好 这个呢 就是 在我们北京 棋院 我们北京队的 这个主场 这个比赛的场面 左边呢 穿红色服装的呢 是张胜红 穿这个 条条 这个衣服呢 是汪洋 这个就是他们 当时呢 对局的这个场景 来自湖北的选手 这次是代表杭州队出展 杭州环境队 那么汪洋呢 和捕风波特大呢 还有这个孟臣呢 这个加盟了 这个杭州队 应该说杭州队 整体的实力 也是大层 杭州呢 他是全称叫做 杭州环境队 冠名 他本身是中国 齐院杭州分院 也是呢 这个杭州 非常有特色的 这么一种 齐院 非常 在这个秀丽的 这个 前腔将叛 这个棋呢 又轮到了 红方走区 红方走区平寺 黑方 在反击之前呢 先把自己的阵型 巩固住 目前来看呢 就是黑方守得也很严密 红方暂时呢 也不好去 进一步拓展攻势 因为黑方啊 守得都很严 红方就是把 骑兵呢 对掉 把这个 七路往前走活 黑方就接受 然后 接受对兵 不好意思 黑方再泡一堆 黑方这个推炮 走得也是不错的 因为正好让红方的 七路线呢 它是有一个反击 按照常理来讲呢 红方也可以考虑 这个时候走区区平马 对狙 对狙 就说的 我不让你打一串嘛 对了狙以后 登掉 你如果你顶马 我还可以升聚宝 那么红方呢 略占一点先手 但是汪洋感觉 那儿的先手呢 不易开展 所以他采用了夺兵战术 他吓得非常积极 炮打边兵 就说红方是想求战 把这七路走得更复杂一点 但是这个打兵以后呢 他也有一定的毛病 就是说黑方两个马都火了 对 你左马右马都给他放火了 对 但是张老师 你说这期红方以后 炮九平七非常厉害 因为你要炮一平三打 我正好炮九平七 对 但是你要不打我以后 炮九平七把你这马压住 而且我也多一个三兵 又多一个鞭兵 红方采用的是多兵战术 对 黑方是不是已经有一定的压力了 对 但是这个棋呢 如果客观地来判断呢 黑方形势也不弱 他一个呢 就可以考虑马七进六 下部棋呢 有这个盯着这个平炮打 这个对红方的干扰呢 也是很大 另外呢 还有一个简介 你不是避免他炮有平七呢 你就马三进四 这两个马都可以 那红方这个G7进二呢 马三进四的话 这样又又开始吃冰 我大不了我还可以再回来 我下部又泡一瓶瓶打你 对 有这么一个巧手 你再回来呢 你只能回来 你不回来就泡一瓶瓶 我再上来 那这样来讲 对于红方来讲呢 就说想开展先手呢 也不是特别容易 因为黑方啊 这个子力都活跃了 而且他比较厚实 你进去捉炮也没什么大用 对 你捉炮 他呢可以退一步炮 来打你 你双卡 这两个局 这儿呢是一个奇特的便利 就是说黑方可以落势 你退局 他在支离 反正黑方也不犯规 双方不便作合 属于两打就两打 所以这个棋呢 黑方是完全可以应战的 看来这棋黑方 这个子力也挺活的 对 因为黑方抢占了所有的好点 对 形势也不很差 对 虽然多兵呢 但你发不出力来 这条戏没走出来呢 非常可惜 这个张仁宏走居二级 这个有点保守 不过一想 就是开局的时候 一般炮 是不是要比马要好一点 所以他要想这样子 以马换炮 这个呢 这个不能的 太孤立的来看这个 确实是 刚才说的呢 这是一个常理 布局当中呢 这个炮啊 要比马灵活 但是呢 你还要配合整体的局面 来看 这个其实黑方 鞠二平一吃炮 又是一个随手 这个下完了以后 张仁宏马上回来跟我复盘 他也感觉 这招区走得要随手了 他自己也说了 他是应该走马七六 先把这个马跳出来 你继续捉炮 我在鞠二平一吃你 这样呢 不给鞠二平一呢 也是稍显 有一点随手 鞠二平一呢 这个时候 鞠四近五啊 汪延走得也是比较积极 尽可能呢 这个全力去求战 那么黑方呢 我后来给张仁宏的建议 我说你 这个随手 你走炮就退一 先防一步 他压你的时候 你就退居了 保证下部炮就平一可以走到 他实际上呢 他又走了一个居于进一 这个棋呢 就说 稍缓一点 但是呢 还不致命 那么鞠二平一呢 这个棋 后来我们拆呢 感觉鞠二平一呢 那么张仁宏呢 这个实战当中呢 这个可能确实压力比较大 因为这个前面啊 这个几轮棋呢 这个张仁宏本来下得还不错 那最主要是对这个广东队的时候 他对黄海林的时候 这个棋呢 就是本来是要输的棋 结果呢 他这个居兵啊 对方 把对方摄影权全部杀光了 对付这个狙装炮 他走出这个核棋了 有一度 有一招之下走对了 还有盛级 结果呢 这个由于这个临场犯婚 把这个该赢的棋 或者说的最起码 不该输的棋呢 给走输了 影响了这个场分 所以心理的包袱呢 也是有些大 对 这联赛也是难免 尤其他现在也是少俩兵的一个状态 这个棋呢 就是走到这儿啊 黑方呢 实际上是七八卷 还按照传统的思路 实际上这个棋 应该黑方 应该走回马 那么红方 G7退1 你只能退了 然后我有这么一个灯 这很奇特 正好那个炮保着它 G3退5再吃个 一个吃兵 一个手泪 两个反正都差不多吧 就说两个够有千秋 我都有这个炮的脾气 这个招你挡不住了 这样对红方的压力呢 也很大 对 你要马7退5呢 我那个炮1进4就出来了 你马3退5呢 我呢 就是说将来还有掐 还有这种点拘 这种手段 虎方虽然多一堆兵 但这个 你还要炮我凭它对炮 窝心马有一定压力 我对了你呢 你冰冻也不好 我还可以不对 我就躲 你这窝心马还跳不出去 将来黑方呢 还有这个思路 回底炮 这个马往上转 黑方呢 看着这个子力呢 在第二路徘徊 但是一旦运转灵光了以后呢 红方这个压力也很大 对 那比如说我们刚才摆在这 这个棋盘就有这个好处 摆棋比较快 如果你吃中兵的话呢 他也是打你 那你现在还不管马三退5了 马三退5人家 居于平六什么的 这个看着有点危险 马上只有一个 你要马七退5的话呢 他可以炮1进5 打出来 将来他可以下底牵制你 你这个两个马呢 暂时不好盘出去 对 多一堆兵 但是这个两马位置太大 对 你多两个兵 但是你受攻 作为这个红方来讲呢 就说也有很大的这个后顾之忧 所以说这个棋啊 黑方呢 这个马七退6没走出来 这个时候呢 我也给张忠孔指出 他也说确实 马七退6更显灵活 更符合当前的这个局面 精神 他G8-2这个就慢了 他G3-1这么一批扫兵 黑方呢 还要再退 还要靠久退1 然后红方这个时候 跳马 走得很积极 马七退6 黑方G1-3顶住 他G7-3回来 然后G8-6 这个黑方是不是也是没有办法 对 黑方呢 现在就是以攻戴手了 就是他找不到特别稳妥的防御方案了 那就希望呢 既希望将来炮腿瓶接近反击 对 实战是这么想的 红方马三进四一走 他就炮腿瓶打下了 结果这个转化呢 并不好 就是走到这呢 后来我 晚上复盘的时候 我也给他指出 我说你这个棋啊 登着G1呢 你只能先把G逃掉 你就应该走G4-9 你马六进7去登炮 他就炮一瓶四 对 这个棋呢 变化的结果呢 就是说黑方 尽管少兵 但是阵型的不乱 红方想进一步拓大战果呢 也比较难 对 尤其红方这个 这个边兵肯定要吃回来 对 还有炮酒瓶器的这个反击 我吃回来以后 还有杀你中兵 那你要炮我瓶的话 他G9-12 就把你中兵的代价给你杀掉 对 所以说这个棋呢 黑方应该走G4-9 这样还能接走 这个是比较有耐心的这个走法 那实战当中呢 就是当红方一马三进4的时候 黑方呢 就走炮酒瓶器了 这双方就看起来 一场这个对攻战呢 势不可免了 对 那到底红方 走什么样的招法 能够占的优势呢 好 那稍后呢 我们再把后面的棋局呢 带给大家 应该说呢 这个局面下呢 这个汪洋处理的还是非常好的 那一天呢 我这个棋呢 下完的比较早 我看到这个棋局啊 汪洋处理的非常冷静 看起来红方这个底下 受工 但是红方呢 就是补一手势 轻轻的一补势 把你这个攻势就画掉了 因为你这个炮啊 不敢发出来 你发出了他这个卧槽码 很厉害 就炮一瓶二的话 还有进去捉炮的事情 对 你这个私炮呢 我就扬一招势 就可以化掉了 对 所以说这个棋 红方呢 这种攻势呢 是实实在在的 黑方的攻势呢 倒是有一点虚假的成分 对 然后红方呢 很有信心的双马盘旋 走得非常好 黑方打相 打掉 看着黑方挺厉害 但实际上呢 黑方这个攻势呢 只是一种威胁 对红方起不到什么真正的伤害 对 黑方这个子力还比较分散 对 没有集中 对 就说你巨炮就是骚扰一下我 吃个试吃个像 对 但是没有实质性的打击 因为怎么换子呢 红方都不怕 他是先把这个灯 灯掉 对 换掉 然后灯掉 红方吃掉 红方的位置啊 巨宝炮站位都好 黑方 还有云炮 那红方就不理他 你爱打什么不打什么 反正我把你这个中炮一震 就好了 这个级别下呢 红方呢 本来冰骨精也可以 就继续前进 黑方也动不出什么起来 但是红方当时临场呢 他为了安全起见呢 对 他打兵 打兵 他下击炮 然后他就马六进疤了 这儿等于是叫沙 叫沙迫使黑方这个炮呢 比较回防 他这儿看得清楚 这儿又这儿的好处 打一枪红方落势 你再打湿江就没有用了 人家就可以上架 没办法 只能把这个炮回来 对 推炮 炮出嘴巴 红方把箱一飞 我们现在大家看清楚了 黑方呢 攻势呢 全部消失了 只能去防御了 后半局呢 张生红应该说还走得比较顽强 形势不利的情况下呢 反正是就是走得还可以 黑方降五平六 因为黑方也没办法 不能看着红方再把兵拱过去 这个红方是多一堆兵 黑方呢是吃了一事一下 但是黑方这个属于防守的一个阶段 对 所以这个棋应该是红方很大优势 这样 这个红方炮兵死 红方呢觉得反正这个炮啊 放在那儿呢 中间呢还受签 暂时他没有想到更好的攻击方案 他就这儿呢 他为了三兵啊 中兵都通投了 这儿都通投了 这个也比较灵活 黑方也很无奈 这个气 黑方只能这个调整阵型 对 红方又不用急 黑方就说的 由于受签啊 你这个狙炮都不好发力 对 那么张生红想来想去 实在想出好爸爸 他就决定来对子 来求和 看看有没有和的机会 形式是比较落后 但是也无奈 对 红方换 换掉 吃掉 红方再把他英式吃掉 这儿大家看 就剩下狙炮四个兵 对狙炮 但是黑方呢 能得马上吃回一个兵 他就是把这个兵呢 先吃掉 对 红方再冰 炮四推二 他先推炮 炮四推二 对 他先推炮 然后黑 对对 炮四推二 对 他 他 局四 局四推三 对 然后他把兵吃掉 炮四推二 对 张老师您看这个棋 黑方是不是有一些合集机会呢 因为红方这个又少是又少像 但是那个你的兵暂时也没过来 当时我当时就在想 就是这个局面下 你说黑方会不会 有没有些什么特殊的手段 但是没想到他后来也是这个患者 这个棋就说的 走好了的话呢 就是说红方这个盛事呢 是不可动摇的 对 红方当然要走得正确 嗯 但这个临场当中呢 汪洋总体来讲表现也是非常不错 但是后来呢 就是有一个细节 他没有 他没有 啊 掌握好 不过看后来 黑方下的非常顽强 嗯 有一些合棋的这个机会吧 红方呢 可能觉得我多三个兵嘛 这个棋我肯定就赢了 对 啊 但是黑方呢 啊 他也走得很顽强 这个棋还真是 如果要摄像拳的话 就很难赢了 呃 如果是黑方再多个市 对 啊 但这个棋呢 恰好呢 黑方呢 主要是 残一个市 对 只是 他一将 将 红方一退市 反正他就在这捉了几下 对 他走着几个先手 G2退二一捉 他上将 然后G2退三 他在守住 防守 对 这个棋就说红方呢 本来也可以 比如说 居四平九啊 啊 这儿的招法也是可以考虑 对 但是他可能怕他将来抓 对 他居四平二 他居四平二 这个也可以 这个跟胜负都没关系 他是想要以后来吃黑方的 红方 就是说他这个思路呢 就是说先想晃一道 然后他看这个市呢 可以吃下来 他就放了 放几个兵 对 这个也是合理的走法 就是说红方有很多种赢的方法 他选了这么一个办法的 就是说 呃 先把对方这个市破掉 对 他这时候走个很巧的 G4退三 对 就是G4退三 就是黑方也没办法 这个旗呢 就是说他如果要是吃掉一个兵的话 红方这个三兵渡河呢 就是居兵 目前这个居兵下呢 就是必胜 因为他还有试项 他可以调整 对 他是高兵 黑方呢 也只能去退居首 就是黑方寄希望呢 这个 红方这个呢 犯一些错误 对 然后红方这个时候也挺老练的 他就一直在调整自己的阵型 对 他把自己的视像都调好了 对 然后他这样子 以后他就寻求一些机会 这时候红方开始有动作 G4退三 对 但黑方也没办法 对 黑方现在只能在这等待 让红方过去 黑方也是 下降 让红方去退一 黑方降五平六 红方这个下降 对 红方 对 不好意思 这个 这个 这个七番秒明暂 还有 G退一 对 然后降五平六 降六平五 这个双方都是一直在 在调整阵型 看有什么一些机会 然后黑方也是降五平六 黑方过兵 嗯 黑方这个G5退一 这把兵跟住 就是三兵现在过不去 对 看那个兵能不能 然后这时候红方是选择了 向五退三的一个做法 嗯 这个棋呢 就是说红方呢 这个 前面都走得非常好 对 唯独这个推向 方向现在有点问题 嗯 但同样推向呢 他应该走向五退期 或向五近期 哦 这有一个 这个棋呢 就可以锁定胜局 这个赛后呢 张春空还觉得这个棋 红方不好赢 嗯 后来我们又通过仔细的 这个分析呢 拆解呢 觉得这个棋 红方推这个向 就可以逼胜了 嗯 这是什么道理呢 待会我们就能看到了 对 可能从后面能看出 向五退三 啊 然后降六平五 嗯 冰九近一 嗯 那黑方这个G也得盯着他 对 就是黑方呢 就不能让红方这个冰 是活冰 对 红方这时候有一个 举九平五 巧妙的 这招棋呢 红方呢 构思是很巧妙的 但是目前这个形势下呢 是错误的 这招棋一走 实际这个棋就赢不了了 他这个棋还是应该 耐心的把向飞起来 再退回来 就向在这边 要赢得快一些 对 比如说 嗯 你走这个 对 然后向退棋 我再走这个 我再进降的时候 这时候对局 对 这就不一样了 是 嗯 比如说你走 这个其他的招 啊 我就可以 也可以将战中军 将一军 金将 我把中军一战 对 反正就说的 我三兵跟七兵 肯定保证有个通路兵 比如说你这么盯我 我平这个兵也行 拱这个兵也行 对 只要有一个高兵 对 反正我就是 居兵对居装向呢 是一个力胜的残局 对 就这个棋 红方应该把这个向呢 调回来 啊 但是这个棋呢 红方居住平五呢 就是等于是 他也忽略了一个 啊 后边的一个变化 啊 这个棋下的还是很有 这个趣味的 对 实用残局 对 他想这兵只要过去 不就要赢了吗 他没有想到 黑帮比较顽强 嗯 对 他先一将 这是好思绪 他回事 他退居 捉兵 红方只能下 平居 他在捉他 这样红下 他只能平 然后他 居一将 他上将 然后他平居一捉 对 他进居 对 他又是出了个将 对 他把居退回来 对 这个棋啊 就是退居呢 措施了最后的机会 这个 这个就是说 捉他都没有必要 这个棋 黑方啊 应该把这个尸杀掉 哦 这儿红方没有这个 尸向的这个遮挡啊 这个棋要想赢呢 就是非常的困难 你假如下兵的话呢 冰冲下来了 他就可以出将 你如果再下兵 嗯 他就可以退居 把你盯死 这个棋就合了 那只有五平四看上 然后黑方走向五进三 就等待就行了 你动不了了 这个棋就合了 红方这个居兵被拉住了 由于这个时间关系呢 我们就说 我出将 啊 这个棋看起来 红方要赢 但是这个棋啊 他反而赢不了 将军 上 上将 再将 啊 在将吧 反正也没关系 你下兵啊 嗯 然后我居先把中路站着 然后出来 对 然后我上将 这个棋就合了 因为你居动不了 居动一将把你兵抽了 嗯 你锁到中呢 你看起来很厉害 无论你下居或高居 我都是非高向 啊 下不进将是反杀 这个棋就是由于红方少了一个市 这个棋就赢不了了 如果不光有一个市或一个像的话 可能知道 对 后来张胜红呢 回去这个 也拆这个棋 他也非常遗憾 他说应该把市吃了 这个棋 恰好也无聊 对 蒋川呢 后来也参与我们这个复盘 嗯 他也是 哎呦 他说这个棋真巧 大家可能临场都没注意这个棋 对 因为一般兵 只要过河了就要赢了 对 对 没有想到这个棋 好 我们呢 由于时间关系 我们就快点 把后边的招法 给大家摆出来 后边的棋呢 就等于都不重要 对 就说红方呢 对 红方只要把这棋找好了 对 红方不是个市 对 反正黑方走什么都 黑方 都没关系了 黑方落像 反正他走什么都关系不大了 对 最后就是 不 他可能是先僵了一下吧 没有 他这点的时候僵 僵了一下 零四零三 他把鞠兵给点住 鞠特要 然后鞠肉特要 对 鞠肉平五 他把这市保住了 对 他这市只要保住 这个棋呢 我们看啊 就说 上镜 这儿吧 我们就说可以摆快一点 你这个次与都不用摆了 那个黑方走什么都没有什么用 对 主要黑方就是 就说这个棋呢 我们就是这么摆吧 对 就说 红方 对 黑方过 对 红方这个兵呢 就是 对 黑方 一路下去 对 这个他挡不住的 啊 嗯 这个剑 对 摆太快了不行 对 对 鞠二平六 鞠二平六 就说 这个道理吧 就是 最终的这个棋 他搁在这的时候 红方一站中距 比如说你距得高起来 他的金将 就是将来红方最终是一什么动作呢 就是这么一将 你一上 他底下这牢 对 就形成这种局面 所以说红方是一个力胜的残局 嗯 因此呢 这个市啊 吃不吃 真是影响到最后的结果 对 这个市还挺重要的 通过这个残局呢 大家呢 也对这个居兵餐厅呢 希望您加深进一步的了解 那好 今天的对局呢 就为您的讲解到这里 感谢您的收看 感谢您的观众 感谢您的观众